这个高麗光牛呢 它就是属于这个动物界 因为动物界是物界嘛 然后是藕蹄木 藕蹄木什么意思呢 你看它这个蹄子 它这个蹄子有两个 所以这个叫藕树的 藕蹄的 藕蹄 像马啊 这里就只有一个蹄子 那就是鸡蹄 鸡 就是藕蹄 藕蹄木 然后叫牛科 牛科 然后下面呢 有个羊亚科 所以它 它又是牛又是羊 对 它大的分类是牛科 但是在还有个亚科呢 就是叫羊科 羊亚科 再分到鼠呢 就是灵牛鼠 这个高麗光灵牛呢 也是我们在高麗光山 比较珍稀的一个物种 也是我们的一个旗舰物种 因为它的数量非常少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体型比较膨大 在过去呢 这个猎也是猎人打的 狩猎的一个重要对象 因为它平时 它喜欢到这个河边 舔食这种硝 到硝藤 它要补盐嘛 补济盐分 所以它会到这个 暴露到这个河边啊 这个硝藤边 取食 啃食这个盐 这个猎人 发现它之后呢 就很容易被 被猎捕 所以它也是 之前也一度病危 现在在我们保护区呢 大概有450只左右 也不多 它的数量呢 也是非常的稀少 对 那可以说450只 比大熊猫的还要少了 对对对 那比大熊猫少得多得多 真的是非常的珍贵 对对对对对对的